大家好,親愛的訂閱,這邊平安 我是小孩 然後今天想要看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生命在奉獻上面的悔改的過程 就是在過去其實我一直都在為一個機構 有綁定信用卡做固定的奉獻的一個習慣 然後到了換了一個工作之後呢 就是來到展翔教會 然後那時候我就會有一個想法是 那這樣子我那間機構的那個奉獻我還要持續嗎 所以我還是決定持續下去 那但是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在去年的時候我開始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的奉獻,我的十一奉獻 是不是只要我平衡兩邊的總和我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假設我現在賺了三萬塊 然後我機構那邊的奉獻是一千五 那我教會只要一千五 那是不是達給我每個月的十一奉獻三千 然後後來所以在去年一整個狀態之下 我都是用這樣子平衡的方式去解讀我的奉獻習慣 所以一直到今年呢我有一個很大的被提醒 然後也是被挑戰還有被 就是要悔改的一個念頭就是 今年我是結婚的時候 因為你婚禮需要預備很大的資金 然後你的裝修新房子的裝修也需要很大的資金 所以在那時候我在財務上面就有更多的不安全感 那時候我就跟神寶寶說神那我怎麼辦 就是我不曉得我的十一奉獻哪裡出了問題 還是說我個人的財務狀況管理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在 我記得在三月份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做財務上面的禱告 然後後來是一直到四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神他就很神經 在有一天晚上我在禱告的時候 他就說 孩子你相信我的恩典公民用嗎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完全沒有理會這個聲音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就是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所以我沒有去正式回應這個聲音 因為那時候我正在為自己的財務擔憂 所以我都沒有覺得說我的奉獻平衡 就是自己以為的平衡 我會覺得沒有錯 然後所以我就持續我這樣子的平衡的習慣 然後去奉獻我的十一 於是接下來又冒出了一句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上帝會突然跟我講說 你相信我的恩典夠你用嗎 所以我就持續的問下去 後來就冒出四個字叫做奉獻順序 結果後來在沒多久之後 非常神奇就是剛好在 我記得好像是在跟牧師他們聊的時候 我就有提出類似的問題 就是奉獻的順序 然後剛好那時候周圍就冒出很多 我會跟十一奉獻順序有關的話題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問神 是不是我哪裡出了問題 於是我就發現到說 原來是我的十一奉獻 應該是要先從教會開始 然後有多餘的能力再去做其他的奉獻 就是身為一個基督徒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奉獻順序 那在去年我記得我也問過好像是身面 你有此面有相關的問題 就是我不曉得這樣子的奉獻有沒有什麼才有問題 那剛好有不同的答案出來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我沒有得到一個解答 那一直到今年 當我的財務面臨到最大的挑戰的時候 當我自己的信心面臨到最大的挑戰的時候 我就跟神說好 我願意調整我的順序 所以基督徒那邊的奉獻我依舊有在做 但是教會的奉獻我就回復到真正的十一奉獻 而不是我自己以為的那種平衡的奉獻方式 來為教會做奉獻 所以當我四月份做這樣子的調整之後 發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很擔心我未來怎麼去牧羊 去養育我的小孩子 他的十一住行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沒有錢我該怎麼辦 然後當我做了這個禱告之後 過了兩個禮拜 我媽媽有一次就從那個 晚上就是去散播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妹妹你知道我今天運到誰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就說他遇到一個 就是從小看我看到大的一個阿姨 然後他就說他就關心我的狀況 然後他就知道我結婚了 然後他也有寶寶了 所以他就很開心 他就說那這樣子是懷的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然後我就說是 然後我媽媽就說是女生 結果他就說太好了 他一直都在找一位就是有懷著女寶寶的人 就是他親近的人 然後我媽媽就說什麼想要找這樣子的人 他說因為他的女兒長期在做網牌 很愛買衣服 然後他又懷著寶寶 剛好是女的 那些衣服不知道能給誰 所以一直囤在家裡 然後於是就是在那一次的 散播的過程裡面遇到媽媽 所以他就跟我媽媽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整袋衣服 就是都送給你 就是包含小孩子的 這個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對 就是包含 包含很多的夏天的衣服 然後那個小手套啊 小襪子 小頭巾都有 就因為媽媽她本身是做晚牌 所以她很喜歡一些可愛的東西 對 所以我那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我非常訝異 然後我就跟神感謝 我就說神謝謝你 當我願意做出悔改的這樣子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恩典真的是完全能夠我使用 而且是 有餘的 就是完全沒有讓你 你覺得說你好像正在過一個苦日子或什麼 反而是你 當你做出悔改的時候 其實 你的心反而是很喜樂 而且是不用有任何的擔憂的 對 所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借慶近兩個月的神機騎士 Hallelujah 谢谢大家